一大早西區公所外排起了人潮 區公所貼心安排座椅 讓等待鎖票民眾能夠休息排隊 我想要看演唱會 看戴愛玲和911 因為我孫子跟我說 阿嬤你快點排隊 我就來排隊了 我聽孫子的話 我們的卡式也非常堅強 所以民眾一開始還沒開 影曲的時候 大家的詢問度就非常非常高 就是盡我所能滿足民眾的需求 因為有些民眾上班沒有辦法領 希望說下次有辦這個大型活動的時候 能夠選擇在戶外 我們一定要領有基隆市的市民身分證 然後一個人只能領四張 同樣在安樂區公所一早7點 區公所門外就有民眾來排隊 區公所人員引導民眾到二樓的鎖票區 並提供熱查服務 同時也規劃良好的鎖票動線 昨天的時候 下班前做最後的確認 當然我們有分室內跟室外的場所 那今天早上一早5點多 我們就把外面的整備狀況就即時做回報 那一早6點有一位民眾在排隊 我們也擔心他們天氣比較寒冷 所以我們有引導到我們室內的空間去進行排隊 昨天晚上就來看動線 他們是要怎麼排 用什麼方式 所以我才知道說7點以前一定要到 要不然你可能怕拿不到票 其中安樂區有一位80歲的阿嬤 7點就來排隊 他說這一輩子沒有聽過演唱會 這一次基隆是免費演唱會 一定要來拿票 那幫誰拿 我自己要拿 我要去看 第一次看 7個行政區 上午11點同步發放演唱會門票 市長謝國良親自到新區公所 慰勞大家排隊辛勞 而議員陳軍佐上午也陪同家人 到區公所排隊取票 市長謝國良強調 孫府不會保留任何的公關票 我老婆我媽媽還有我阿伯都來排 五點就來了 阿我媽媽六點半來 對啊 我們這次要特別說明 因為有的人說 好像票都是留給議員 里長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目前都沒有留給里長 對都沒有 我們市府也不打算去參加了 我也沒有打算去參加 我在外面看 人家進去就好 市民進去就好 我就很高興了 不好意思 謝謝我們很多的民眾 還有連小朋友 都有今天過來 那有的是很早就過來 那也謝謝新義區公所 跟各公所 都有幫大家準備熱飲 我從今天早上 就有特別吩咐 早上還是有點冷 希望幫大家準備一點飲料 那這個排是 就是讓大家稍微 花一些時間是比較抱歉 不過因為我們這一次是完全 大家都知道 我們連市府都沒有公關票 一切票都是盡量留給我們的市民朋友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我們新義區 那當然如果要用義賣的方式 用公益捐贈的方式 那有的搖滾區一千兩百塊一張 也可以捐給伊甸基金會 市府也會在下個禮拜開始協助辦理 那我就很感謝我們所有的民眾 都是很有秩序的在排 而且我相信這個等待是值得的 因為到時候辦晚會辦得好的時候 大家就不用擔心 這個颳風下雨的問題 雖然我們還有第二現場 但是畢竟我們的主場 是在這個體育場裡面 不用擔心颳風下雨的問題 但是如果天氣好 那麼第二現場就是在國門廣場 也適合大家去湊湊熱鬧 金龍今年的年終飲唱會 不受到天候影響 23日將在市立體育場舉辦 因為邀請的卡斯超強 引起了民眾興趣搶著鎖票 記者黃少鳴金龍報導 OK 好我們現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